非常感谢Lin 那我要跟大家做的呢 就是讲一些基本的一些医学 看看我们从临床实验当中 学到了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然后呢 把我们的这个生物学 引用到我们的临床实验当中 那么今天早上的案例呢 主要就是关注胃肠道的肿瘤了 首先的话呢 是做一个免责的声明了 那么我其实呢 是来自于Alamic Diagnostics的这个股东 也是那里的创始成员了 那么我所做的这些呢 都是代表我的一个个人观点 我们看看在进行一个 直肠癌的一个治疗的时候呢 我们会遇到很多挑战 这当中也包括了生物学的抑制性 那么很大一个比例的 这样的直肠 接直肠癌的这些病人 他们其实从标准治疗当中呢 获得好处的是非常非常少的 可能呢 100个病人里边 只有25个30个人 能够从标准治疗当中获益 现在呢 有许多的这些新的靶向的这种治疗 那这个靶向治疗呢 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挑战 之后我会跟大家呢 再讲到 那现在呢 其实过去大部分对于疾病呢 是做一种组织学和病理学的一种分析的分析 现在的话呢 我们开始慢慢地去进入到这样的一种分子表型的一个分析 比如说像Germanline的生殖细胞 Somatic TB的这些分析 我们也不能够将这个转移性的患者的离床实验呢 转换为局部进展期的一个临床实践 这个就是我们所遇到的一些困难 或者说结肠直肠癌的一个特殊 那么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挑战 首先病人 他其实受到不必要的或者是无效的治疗 这个是最真正意义上的一种挑战 因为病人确实无法从我们的标准治疗当中的获益 另外一方面的挑战 就是医疗的这些服务机构呢 把资源呢 用到了这些治疗上面 但是呢这些治疗呢尽管它很昂贵 但是却很多时候被证明是不必要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看到这种医疗服务 它也没有达到最佳标准的这些治疗的付款 因为可能有一些人就慢慢的就不太愿意去接受这方面的一些治疗了 因为它没有从中获得相应的好处 对于治疗公司来说 因为它没有能力为新药去制定一个正确的病 确定一个正确的病人 所以这个经常会导致它最后的一个新药的一个实验失败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结肠直肠癌方面遇到的这些挑战 我们看到一些转化性的技术 那在这个结肠直肠癌当中呢 也会有一些专业的研究中心来去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研究这个结肠直肠癌的药物 但是呢在过去的四到五年在这个CRC也就是结肠直肠癌当中呢 其实我们并没有获得很好的一个成果 并没有真正的找到很多很有效的药物 那么到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从80年代到2000-2005年 我们看到呢在这个CRC的这种治疗当中 也就是结肠直肠癌的治疗当中呢 确实没有太明显的一些进步 我们可能有那么几个我们能够用到的一些药物 那其实呢像有一些这个单剂的这个治疗方案呢 它其实在这个CRC里边也没有发挥一个很好的疗效 那像GFS的这个抑制剂的话呢 在这个当中有一定的一个发展 有一定的一个作用 在过去的五六年当中呢 我们大概也是做了很多这个临床的实验 来去看看在CRC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进展 那么如果你发现就是在六年七年 这样的一个研究当中 你获得的一些研究的成果 都没有让病人从中获益的话 可能就要停下来想一想 我这样一个哪怕持续了六七年的 这样的一种临床的实验 到底有没有作用了 我们要做一个重新的审视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就是 它的路到底是在哪里 我们确实发现就是 在二阶三阶二七三七的这样的一些患者 它其实呢我们对他们做的这些治疗呢 说实话给他们带来的这个获益 是非常非常少的 可能的话呢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甚至还会有一些治疗给病人 带来额外的一个伤害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 另外呢就是在过去的几年 当中就是Keras 它作为一个CRC的一个分层的生物标志物 那么它可以预测这个 它的一个野生型的转移性 CRC患者的一个治疗获益 那通常来说 它其实并不是说是从一个科研的一个角度去发展 只是说呢Keras通过我们的一个临床的一个实践 来去发现呢 它能够去作为一个分层的生物标志物 这张幻灯片呢 是来自于Raphael Model 它在JCO的一个文章里面的第一次把这个Keras 作为一个预测的标志物 来去帮助我们找到这个 它的一些分层的状态 那这里你会看到 它有蓝色的部分 就是从这个当中所进行一些分层的一些数据 那么它是第三线的一个这种研究 那么Keras 为什么会做这个Keras的这个实验 是因为EMA要求他们要去 跟他们说我们不会去注册这一个药物 所以的话呢 他们又重新回去看 为什么EMA没有去批准他们这个药物 所以他们其实是在做一个 重新的一个审视的研究的时候 才去把这个Keras放到里面去做一个测试 我觉得我们所学到的一个 不管是药物的研发 还是说做这种研发的药物的一个注册 或者说我们去 找到治疗这个CRC的一些办法呢 从中学到的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可以用Keras来做一个分层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种药物的发展 这个药物的发展的话呢 我们怎么要 我们要去看就是 怎么去找这些基因的 那 很多时候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基因的这些因素 那么基于一些基因的 还有基因组学的这些科学的知识 来帮助我们呢 去更好的确定它的一个基因 然后呢 帮助我们去找到它的一个通路 像Rasmag信号通路在肿瘤和靶相治疗当中的作用 我们现在也是能够找到一些不同的这个致剂 来去找它的一个通路 然后呢 通过这个通路的一个确定 来去找到它的一些基因的因素 像Menanoma 像肺癌 像其他的一些肿瘤里边 可以去做这样的尝试 在找到了它的一个通路以后 我们还试图呢 去影响它的一个扩增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肿瘤扩增的这种能力 然后呢 通过不同的方法呢 来去杀死细胞 癌细胞 那在我的实验室里边 我们就是会看到一些相应的死亡的因子 然后呢 在Keras突变的情况下 去这个合成死亡因子 来借导CRC的一个化疗耐药 那我们有很多这些因子呢 是跟Keras的一个主要肿瘤是相关的 然后我们有不同的细胞株 有一些是Keras的这个突变的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类型的 然后呢 我们做一些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些数据的收集 然后呢 用到不同的这个模型来去对它做一个分析 分析病人他的肿瘤 然后呢 分析他的细胞株的一个模型 所以我们在这里做的就是 不仅仅是跟RAS相关的这些细胞的一个研究 还有呢 就是在看它这个药物 哪一些药物在这个杀死细胞 癌细胞方面呢 能够起到作用 那我们希望最后得出的一个呢 就是一个不同的一些治疗方案的一个结合 把这些治疗方案结合起来呢 去进行一个CRC的治疗 我们会在这个细胞里边找到一些主要的节点 然后呢 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主要节点的一个识别 去看到这个Keras 它是不是能够在当中发挥作用 找到它的基因 然后呢 找到它的一个细胞结的通路 然后看看呢 哪一些是能够在这个Keras的当中是能够存活的 然后这里的话呢 我们是选了160个病人来去做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通路的研究 然后呢 我们会对它做一个刺激的死亡因子的一个筛选 敏感因子的筛选 那这当中呢 会有各种多个的这个SRA的这些目标 然后呢 我们还会去选一些大概10个左右在Keras的这个环境下高度联系的这样的一些病人 然后呢 再对他们做第三层的一个敏感因子的筛选 这个也是我们在做的研究当中的一个敏感因子筛选的一个结构 那这样的一个数据库给我们带来的信息 就是在这个Jackstock这个通路 它其实在这个肿瘤和靶向治疗当中呢 是非常有重要作用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去在寻求一个它的目标靶向的时候呢 找到Jackstock这个信号通路呢 可能能够给我们带来很重要的一个积极的作用 能够帮助我们呢 通过在这个临床实验当中去识别这个Jack 还有像TG1OEOE101 然后还有就是像STAT3 还有呢 像找到它生存的这个YGIF 然后通过这个存活的这个YGIF 来去寻求它的一个靶向治疗 那么我们给大家所展示的 就是我们把Jack和Mac 这两种抑制剂合成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导致KerasMT细胞的一个凋亡 这里你可以看到 我们把这个Jack和Mac 两个抑制剂呢都给它整合在一起 然后呢 也用到Jack的101-348 还有就是Mac的6244 然后来去做一个整合的资料 那么通过这个整合的资料的话呢 能够去导致它的一个KerasMT 它的就是它的突变细胞的一个凋亡增加 所以这两个的一个结合 最后通过这个呢 能够看到可能是我们能够去寻求的一个 很有效的一个结合治疗方式 我们看到Jack1、2 还有一个第三步 这里显示出 其实它已经击中了靶项目标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目标人群中的人数增加 然后对这些通路的管理的影响已经减小了 所以它可以看见这个目标被实现 然后呢这个目标也是分门别类的 这个靶项被击中的 那我们来看看Jack1、2 Estat3在KerasMT CRCity的表达 这是我们的一个模型系统 当我们把Jack1、Jack2 结合起来 再加上Mac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的协同力效果 就大大的加强了 这是Jack1、2的抑制剂 这是Mac他自己的抑制剂 把两个抑制剂加强在一起 就得到了一个协同效力 那么它激活了什么呢 到底是什么把这个通路给激活了 是GP130还是什么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里面具体的机理是什么 那么我们来看看有哪一些是它的接收器 我们觉得用这个Jack Stuff 这个通路是比较好的一种方法 那么通常来说Mac 我们更希望这个是能够激活的 而Jack它的通路 两个都是有关系的 但同时我们要把Mac的抑制剂 也加入进来才可以 你可以看到Mac它的抑制剂 这个黑点是CMAP它的接收器的激活 如果把AZD6244加强在一起 显示出来这个地方被打开 特别是在那种Keras的那种细胞里 除变细胞 虽然它并不是一个特例的 但我们看到它和用2.5的剂量的时候 它把Jack1、Jack2都给关闭了 如果用这个把象性的CMAP的时候 然后遇到突变的时候 也看到同样的情况 如果把CMAP关闭 也减少了这个第三步 主要是在这个突变的这个背景之下 我们这里看到有不同的细胞株 它的情况都是比较相似的 这个Mac的激活 感觉是它成为一个通路 那在这个突变的里面 如果是自发激活 也成为一个通路 它也证明了 我给大家看看这两个试验 两个都是RAS突变的情况 你看到G12D 这里的突变 是显示出来有节脂肠癌 在6224之后呢 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16还有WS20里面 都是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看这里可以看见 有个真实的这个肿瘤的照片 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照片 你可以看到 这里有不同的药物在这里 第一行是一个工具 然后第二行是Citrozonib 第三行是AZDDR44 最后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照片 可以看到这两种药 都可以直接击中这个KRAS 它的一个靶像 所以如果找到它的生物学的意义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这种功能的证实 用你的SA模型 那么你同时可以形成一个假设 这个假设可以作为一个基础性的假设 我们昨天在工作坊里 也谈到这个临床的开发 可以基于这样的假设 甚至呢 可以在未来的六个月中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临床试验 那么我们也会在欧洲和英国 来做这样的一些临床试验 另外一点 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 就是CRC中的EMT 以及它和耐药性之间的关系 这里呢 我们问了一个问题 在这些病人里 我们能不能 能不能把它的肿瘤切除呢 比如说这里的淋巴 还有这个病灶 二七三七 我们可能是在二七的子级中 或者是在三七中 那么是不是用这个化疗的方式 治疗这些病人 因为我们的临床试验 已经证明了这些人的总的存活率 和无进展的存活率 但同时我们这样做 可能也会给这些病人 带来一些侵害 因为我们希望找到 我们能不能选择这样的病人 但另外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这些靶像 它们可能是 在这个Arginine情形下 是非常重要的 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可能 我们其实是在面临的一种 完全不同的病 因为它是一种抑制性的病 那么甚至在这个结肠癌里面 它所面临的这种抑制性的情况 更加明显 病人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 可能有不同的人群 我们是用这个 是用这个薄这种治疗法 还是用什么方法 那么这些 那么在这里呢 它所看到的特征 跟其他的一般的病的特征 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我们开发了 一系列的这种模型 还有这种细胞株 我们在这里说 我们不能只是 做一个通用型的细胞株 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要来研究一下 它的这种基因背景 我们这里看到HCT116 我们还有这个PFT3 APC 我们是因为这些 是最主要的这种分子型 之后我们把这些细胞 进行选择 我们来把它的一些细节 筛选出来 我们也来提供了一种 化疗的治疗方法 它包括有这种子的细株 比如说这里是突变的 那么另外一个 它有六个通路 比这个前面的这个细胞株 还有多了六个通路 这些细胞 很有可能成为 转移性的细胞 我们之后 是希望给这些细胞株 能够下定义 能够勾勒出它们的特征 我们用这个KI 筛选的方法 之后再来证实一些 能够证明的法相 这张幻灯片是 看看这个上面的这个表 它是Parental的HCT116 它们和一般的这种细胞 是比较类似的 那么这张右边的图是HCT116-16 那么它和这个母细胞 母细胞株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其实许多细胞干 比如说CT44 在这样的右边的细胞图里面 是非常常见的 那么和这个母细胞里面的 细胞株情况是有很大差异 那么右边的细胞呢 它们是具有侵蚀性的 具有侵蚀性的 在后面的图表里显示出来 也就意味着这些细胞 很有可能能够侵入 这个组织的边界 那么这对于这些细胞非常相关 因为这些细胞很可能会 最后转移到肝脏里面去 那么这些细胞 也是不是会对化疗产生抗药性呢 我的答案是的 确实是抗药的 抗这个化疗的 我们看到这里是母细胞 这里是子细胞 子细胞株 你可以看到大概增加了三倍 它对这个药的抗抑性增加了三倍 这里是母细胞 那些子细胞 如果你用FU来对抗它的话 它的子细胞仍然是比较抗药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细胞在这里 我们用其他的这种化疗药物 去治疗的时候 它们很可能会产生这种抗药性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些细胞发生了什么变化 包括它们的类型 以及它们的生物的特征 它们是减少了 还是说这个侵蚀性增加 这个繁殖增加 我觉得如果你用化疗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这些细胞 它的扩散增加 而且也会迁移性增加 这种侵蚀性也增加 你可以看到这是HCT116 这个母细胞 这是它们的侵蚀的速度 如果你用F5 5FU来治疗这些药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的母细胞在这里 这是它的子细胞的侵蚀性 你可以看到它侵蚀性非常高 如果你用5FU来治疗它的话 它就不再具有侵蚀性了 那么这个图告诉我们 如果你用化疗方法来治疗这些细胞 你其实创造了一种细胞 这种细胞它比母细胞的侵蚀性要大大加强了 也就是说这种化疗其实增强了 这个子细胞的侵蚀性 我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通路 在这个CSC氧侵蚀性和CFRC激活方面的情况 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一点 那么这个Echo还有Jack 它也是一个通路 CMAT也是在这些细胞里被激活了 我们现在需要仔细地想一下 如果关闭 Start3Jack 是不是会减少这些迁移呢 是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子细胞 然后有这个侵蚀 然后关闭了 关闭以后 其实是减少了它们的迁移的这种可能性 这些靶项呢 我们希望从我们的被试筛选里面查出来 同时生物上 它也对我们治疗早期疾病有着很大的启示 那么最后 我想谈另外一个 我们在去年开始的一个大的实验室项目 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确定那些突变 可能在未来的截止肠癌研究中有很大的作用 这张图片是集选于我们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图片 我们找到这个634个基因标签 而且我们也是在组织中做的这个联系 我们是专门针对节肢肠癌做的这个研究 然后做了一个这种诊断和预后的一些总结 那么我们的美国 欧洲和亚洲的团体 都加入了这个研究团队 所以我们的研究是尽可能的综合性 综合性的研究不同的这种病患者 这个研究 我们研究了536个病人 如果你找到今天任何的一个文章 其实这个文章可能是你能找到的 节肢肠癌中比较有说服力的一章 它是在1.6到1.8之间 我们想看看在未来六个月这里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开发出一个标志物 在生物学上 我们想知道634个基因标签 能够在生物学上找到怎样的标志物 所以开始我们就在这些病人的仔细中来问他们问题 我们有209个病人的这种跟踪调查 还有三期病人中问他们问题 说实际上这些病人能不能找到一种 他们存活的一些特征 其实是找到了 那我们就要看到底是在哪里有这样的一些存活的特征 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这种存活的模型 在这里就给大家展示出来 它有不同的一种存活的模式 那么我们从来没有去把具体的这个数据 分的type的这种数据发表出来 是因为首先子极的数量还是比较小的 第二一个呢就是在这里边可能会存在一些 存在一些错误率 就是这个时候是不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一个发现 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发挥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还是不是完全有把握 所以的话呢我们只是在这个当中的发现 它确实是有一些不同的一种存活的模式 然后看看它这种phenotype 还有其他的一些是不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存活的模式 那么因为这样的一种方法 我们其实是在不同的一个受试人群当中做的 一开始呢是55个有所有的历史数据的病人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55个病人里面做了测试以后 然后又回到了我们所拥有的205个病人里面去做 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试验的时候呢 是在内部做了一个审核 去做不同的一个受试的人群 在这个之后呢我们还要再去做一些更多的一个内部评估 才能确定说我们对于它这种不同的存活模式的一个研究结果 才能够把它发表出来 那么我们看到基于分子分类的这样的一种237的一个 结肠肢肠癌的一个研究设计 这里边会有很多这个基因的这种组序 那种基因组序有K组有基因组 那我们要找到它主要的一些基因突变 而且这些基因突变是跟这个 用到不同的一些材料去研究它的一个基因突变的模式 以及基因突变的一个主要的这种基因突变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我们有在欧洲呢做了600个不同的这种预值的测试 那他们这些数式的这个测试的这些材料 我们之前都会有大量的一个数据的把握 然后呢对他们进行一个基因的排序组序 然后把他们在做用这个Bioformatic的这种技术 来对它去进行一个核实 来核实接下来的这样一个300到400的一个队列当中呢 再去进一步的做实验 那么我们用这个技术呢 用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在这个截止肠癌当中 找到核心的这些基因和基因组序 然后来看看呢 有什么样的一些核心的这种因素 决定性的因素 能够来去寻求一些不同的生存模式 我们会去对这些驱动的这种突变做一个筛选 那在这个驱动的这些基因做筛选之后 来去把它们分组来进行 再分类再进行一个研究 来看看他们对于这种靶向疗法 有什么样的一个缓解率 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然后呢把这样的一种基因研究的结果 来去跟我们在化疗当中 还有就是靶向疗法当中 去提供一些信息的辅助来帮助我们 通过这种基因的一个研究 来支持我们去寻找一些更好的靶向疗法 那这当中的话呢 会除了这种预测性的生物标志 我们还也可能会用到一些预厚的生物标志 这样的一种预厚的生物标志 可能在有一些这种转移性方面 能够帮助我们去做一个信息的支持 当然所有的这些呢 都是要取决于我们有一个合适的 临床试验的设计 我们要把它一种 把它跟一种基因组的某一些信息 给它联系起来 然后把这些各种数据 基因组的排序 跟我们的这些目标的研究药物 或者是目标的疗法结合在一起 才能够去帮助我们判断 这样的一种分子靶向疗法的药物 究竟是不是有效 那不管是 这个是在欧盟的话呢 也是所被接受的一种临床实验的方式 一种有计划的这种临床实验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计划 来去看看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这种问题 是适合这种新的药物 然后把新的药物用于这种单药的治疗 那现在呢 对于截止上癌 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我觉得首先呢 我们其实有了一些新的方法 刚才我们讲到的 对于这个相关生物学 分子组 分子基因组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能够使得我们对于这个临床背景 表情理解 都有了一个 一些新的突破 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建立一套新的体系的方法 那希望这种遗传学的应用 和这个疾病生物学的了解 能够改变我们药物的这种开发途径 我觉得呢 在我的这个观察当中呢 其实这个新药的一个开发呢 已经是做了一些新的途径的探索 在这个探索当中也用到了这些疾病生物学 用到了肿瘤遗传学 那我想未来的话呢 这样的一种新药的途径 会进一步的去借助于这些其他学 这些学科的这种支持和信息 那我们怎么样去获得足够的证据 是我们所遇到的一个主要的挑战之一 我们怎么样去获得一些足够的这样的样本量 然后呢 我们怎么样去在这个受试的人群当中 或者足够的这些证据来帮助我们呢 在更大的一个范围内进行一个临床的试验 那么我想的话呢 其实对于我们共同发展的一个趋势 也是不光是在中国在全球都是这样的 我们不仅仅是要在行业间实现一个合作 还要跟这些监管啊 跟这些研究机构啊 做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 通过这样的一种合作伙伴的关系 大家一起努力呢 去找到一个截止伤癌的新的一个治疗的途径 最后呢 是对给予我支持的这些朋友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也包括了这个药无耐药组的Daniel Lonnie 还有像细胞存活和这个通路信号的这个Philip Dune Wendy Allen等等这些人 他们都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 还有就是在临床试验部门的Richard Wilson 还有很多这个我们的合作的这些朋友合作伙伴 他们也是帮助我们 也包括了像EORTC的这个解肠癌小组 也要感谢他们对于我们的支持 谢谢 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Johnston跟我们讲到了 他在这个解肠癌的一个实验室当中的研究 那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 我先问一个 那作为一个有限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者 那我们怎么样去鼓励这些研究者去承担 他们的这个临床实验当中 这些病人的一种责任 然后让他们去获得一些想法 去在这个临床当中去寻求我们这种研究者的这样的一些支持 因为现在来说呢 的确我们也讲到这种研究者发起的这样的临床实验呢 确实是遇到了一些挑战的 尤其是像在中国的话呢 我觉得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一些相关的这种研究中心在得以建立 我们要去建立起这样越来越多的这样的研究中心 然后呢 要有不同的这些跨学科的这些专家 把它结成一个团队 昨天我们也讲到了团队的重要性 在这个团队当中必须有是跨学科的这样的一些专家 我觉得这样的团队要不断的扩大 因为的话呢 我们确实是需要结合越来越多的不同的知识领域 来去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团队 我觉得这个就是未来的临床研究当中的一个发展方向 我们要建立更多的这种多学科的这些专家团队 要有更多的这种研究中心来去协调这些多领域的专家 那然后呢 使得我们能够不仅仅是在这个标准疗法的基础上 去寻求一些更加有效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那么靶向治疗确实是让我们感到很兴奋的一个新的途径 那么我们在这个靶向治疗当中 我们确实是有我们的一些研究的目的 现在我们比如说找一些这种基因的突变 通过靶向的疗法去进行治疗 但是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研究的一个目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要慢慢的去探索的 除了说现在对于靶向疗法的一种理解以外 我们未来可能对于靶向疗法还会有更加宽广的 或者说更加广义的一种理解 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数据 因为您的这些图表和数据确实给了我们很多信息 那你也讲到了从它的母细胞珠到子细胞珠 它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 你所展示的一个流程 尤其是从这个实验室到一个临床的一个可能性 也是让我感到非常兴奋的 那么在你找到了一些这个肝细胞类的这样的一些细胞 那么在这个变化当中是不是一个EMT的这样的一个 这种过程 那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去测它的一个 vionementing的这个增加或者是减少 在你的这个实验当中 那这是一个 我们并不是去做肝细胞 我们不是去创造肝细胞 它们是类肝细胞 这样的一些这个细胞 所以我们的这些 上皮的这些标志 我们也发现了像CD130 有一些它的确是在减少的 然后EGFR 它有一些也是在减少的 这是我们发现的 另外一个就是肝细胞 它们并没有在做循环 它们就是在那里存在那里的 那你对它做这个化疗的时候 你把所有的这些都做了一个 都对它们有影响 使得它们的一个循环 周期循环更加快 会加快这些肝细胞的一个周期循环 我想问下一个问题就是 你觉得Jack E Jack R Jack E Jack R 是不是在这个当中呢 是怎么去跟它的 紫细胞株是有关系的 的确这个Jack E Jack R 在这个当中跟紫细胞株 是有联系的 是有作用的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当我们用了Jack E Jack R 我刚才也提到了 用到了一些Jack E Jack R的这个 有化合物 然后我也给大家展示了这个数据 那么我们现在发现 CMAT 可能在接下来不久之后呢 能够找到更多这个CMAT 它的一个数值 我们发现呢 当我们关闭CMAT的时候呢 它会去停止这些细胞的一个迁移 所以这是在我们的一个研究当中发现的 因此我们要去规约它的一些选择性的这个接收物 然后呢 来去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这个乳腺癌的乳腺的这个医生 外科医生 我们在这个分子学方面 发生了很大的进展 现在呢 我们可以用好几种分子的亚型来就是发现乳腺癌 但是有一些案例中呢 我们觉得很难用T1进行分类的话 我们如何来应对这些病人呢 这些病人 他的T4Stream 他的情况并不太好 但是呢 我们也想用分子学的方式来给他治疗 我们如何来平衡这两种不同的分类方法 这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乳癌呢 确实是起着一定的领导作用 那么在这个肿瘤学方面来说 你可能要多多看一下一些文献资料是怎么跟你说的 同时如果能够分类上面 你可以看看他的肿瘤学上面有些什么样的含义 在乳癌方面呢 我们有一个被试的这种模型 还有Bracanus 我们可能要对他做化疗会比较好 但是我也要为这个亚型提出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 那么你为什么要对这些病人还来采取这种方法呢 你已经知道它没有什么效果了 那么其中的一些亚群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种临床的信息 我们当今的临床信息呢 你所问到的问题 其实它们并不是互相相关的 不是特别相关 因为生物学里面 这些组群里面肯定还有亚族 还可以继续分 他们的情况都各不相同 所以这也是 我们知道临床上面呢 它的这种应用 这种研究是不断变化的 我们不能对所有的这一类的细胞 都和我们前十年的那种方法继续通用 要知它是个不断动态发展的过程 您在KELAS这个领域做了许多工作 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 我也想问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案例 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找到了许多这个EMF4 柔和里面找到了不同类型的癌症 那么这些年来 日本的Mango 它是日本国家癌症研究会 还有这个日本 还有韩国Ocoma 他们是说 不同类型的癌症 似乎我们都在尝试用一种药来治疗 我想对于KELAS来说 它怎么能又在肺癌 又在其他的癌症里用到呢 但是我们并没有找到 这些不同癌症里面的细胞 所以您觉得在这里 这种不同的疗法什么意思 也许在未来我们可以建立 专门一种对KELAS癌症 进行治疗的方法 或者机构 您可能已经提到了一个 非常大的挑战 我们是不是最后 是要开发出 或者说专门重视 这个 我们是不是到底要用 什么一种方法来解释和应对疾病 我们是不是要对这种疾病 这种疾病的定义 再做一个子疾病的定义 所以 这些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些研究 就一期而言 除了安全的要求之外 我们的病人可能是从美国 中国欧洲的不同地方来 但是他们的分子上 都是有一定的一致性的 但是在研究 临床研究中 我们在找乳癌患者的时候 可能找Bezo这个类别 或者要找这个蛋白质融合的这种组别 我想我们可能未来可以用同一种化合物 来应对不同的癌症类型 这可能就是一个分类的含义 如果你能够做一个基因上的分类的话 你可能会能够找到不同癌症 但是在基因上是同质的这种癌症 找到一种化合物来治疗 所以我想像Focus4这种临床研究 可能现在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机制 一种基础设施 我们也需要监管者的加入 因为我们可能 它可能会规定我们必须要有质量保证 必须要在几天内做出一定的成效 我们的监管者会给我们做许多的规定 所以但是要做这样的研究是非常复杂的 它和我们过去的方法的层面是完全不同的 这意味着所有的研究机构 还有所有的研究中心 都需要按照完全不同的培训方式去重新培训 我想问一下这个韩国 它有一种新的这个方法 是吧 SOMA 我一直在谈的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这次研究 二期研究班和一期研究班不太一样的 特别是我们在这次研究班里面 出现了很多很创新的想法 它这些想法非常有创意 已经超越了一个工作坊研究班能够的这个 的一个层面 所以我想明年在我们的X3研究班中 我抱有很大的希望 我想 您的这个研究报告 您刚才的这个报告呢 我听完以后 我觉得您指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我们一定要建立一种卓越的机构 而且这个研究中心 它应当是多学科的 彼此互动的 那么我在过去三十年来 我曾经访问过中国 我也看到 中国它取得了很多的进展 我也看到他们做出了一些决策 中国政府做的这些决策呢 确实能够让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在干细胞方面 那么中国非常希望能够投资建设这样的研究中心 或者让这些研究人员到世界各地去接受培训 这些研究人员现在又回归祖国 在中国来进行研究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去注视 那么秦教授、吴教授 都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卓越的研究中心 比如说吴教授 他在总留学方面的这种投入 那么未来他们其实也可以组织一些这样的会议 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研究机构 才是真正的周越的机构 不仅从学术上来说 也要从药学、制药学上面来说 因为其实建立这种研究机构 它也需要一定的比较好的投资机制 这样我们的监管机构 不光是国家药监局 还有像Tropiyaki 我们的教授 还有欧洲教授 也能够邀请过来 和我们共同来探讨这种卓越机构 需要满足怎么样的要求 这样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水平 在中国的政府层面内形成一种故事 让他们看到 只有这样的这种合格的高质量研究机构 才是代表未来研究的方向和动力 首先我非常同意您刚才所说的观点 我觉得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论坛 来探讨这样的事项 我觉得我也对我们这个高级研究班的未来 有很多的希望 我想这也不光是中国的任务 这是全球 美国 还有欧洲 这个所有研究员的这种任务 我们的研究中心 我觉得呢 就其本身而言 它设备并不是最好的 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群体 有一个网络 所以这个网络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我有一个问题 有没有一定的这种驱动基因 你是不是问我 在癌症的干细胞里面 是不是 你是想问什么问题 有没有一些驱动因素 让这个癌症的干细胞里面 有没有不同的驱动基因 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直接的答案 那么我们看到在肺癌里 已经有了一些这种发表的文章 比如说还有白血病 他们这干细胞的种类方面有不同 但是这里临床上有什么样的含义 现在还没有完全研究出来 而且干细胞本身呢 它的这个肿瘤 被认为是比较抗化疗的 对化疗有抗药性 所以说它的分子学上 有什么样的特征 是不是这种分子学上的特征 对某一种抗药性特别强 对其他药就没有这样的抗药性 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